孙鹏与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日前与交往四年的实况主,麻吉兔·阿奶分手,孙安佐到第二届,2023梦想杯健身大赛现场,为朋友加油,感受气氛,身形销售不少。 他看到现场媒体大放受访,表示感情状态是单身,与前任还是朋友,我本来就没情商,也不是你恨我恨,大家都很好,不要互相绑住对方。 孙安佐说平时不会主动跟谁联络,除非是有人联络他,他才会回电,目前身边没有欣赏的对象,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至于当时分手原因,他仅表示,Love makes me soft,爱让我变软弱,话锋一转,孙安佐突然要媒体的高层,不要特别放大他,喊话,你们上头的人,不要那么靠杯,我已经很努力了。 孙安佐2018年在美国留学,因涉嫌制造手枪未遂,遭羁押238天后,被驱逐出境回台,去年市林地检署二审,以无审判权,判定公诉不受理。 事后孙安佐枪检察官,英文能力不足,今他仍难掩愤怒开枪。 拜托以后政府,做错事,不要硬找面子,检察官躲在背后,你就是告不了我,我就在这里啦。 孙鹏与狄英的爱子孙安佐,有一位结交四年的火辣女友,先前狄英还会,在社群平台晒出合照,大放喊他媳妇,本以为代表两人爱的稳定,莫想到近日传出分手。 对此,狄英透过经纪人表示,小孩的感情不过问,是隔一周的时间,孙安佐以黑底白字的方式发文。 是首度针对感情的事情发生,孙安佐透过现实动态,以黑底白字的方式写下,在感情中,我的确不是很成熟,但这是两人之间的事,所以我之后也不会谈论此事,希望大家能理解。 可见,他虽然没有,多说明分手的原因,但认了自己在,这段感情不成熟,同时从喊话,外界不要,多讨论这件事来看,孙安佐不仅低调处理,也相当保护前女友的隐私。 另一方面,狄英脸书最后一篇文,停留在前不久,当时已,攒够失望就离开吧,未提发文,写下句说人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当你决定不再在乎的时候,生活就好起来了,做好你自己,该吃吃,该睡睡,爱谁谁,只有爱会让你变成另一个人,当你又变回你自己的时候,爱大概就消失了。 时间告诉你神妖叫衰老,回忆告诉你神妖叫幼稚,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 近日的太阳晒不干,近期的衣裳,迪鹰还说错了就错了,不要找借口,过了就过了,不要去后悔,爱了就爱了,不要去猜疑,散了就散了,不要去诋毁,放下,不一定最难过,纠结,肯定最难受,一席话引发外界联想,隔空安慰失恋的孙安佐,其实每当提起, 孙安佐这个名字,大家就总是将他,与母亲迪鹰联系在一起,因为迪鹰的无底线溺爱。 孙安佐曾一度,并众人大跌眼镜,1996年,在拍摄《我的阿爸我的子》期间,孙鹏和迪鹰相识并开始相恋,恋爱两年后,两人步入婚姻,婚后两年。 38岁的迪鹰生下儿子孙安佐,因为高龄产子,他对儿子格外珍惜,从而忽视了丈夫的感受,对儿子关怀备至的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到了孩子身上,是要将他培养成栋梁之财,每天要花七小时,监督儿子吃饭,不用儿子加菜。 想吃神妖,都是他来家,以保证儿子能够,每餐吃得最好,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孙安佐就长胖了五公斤,迪鹰对儿子的过度宠溺,让丈夫孙鹏很烦恼。 再加上迪鹰生活奢迷,不工作花钱也大手大脚,养人经常为此大吵。 更过分的是,尽管迪鹰睡觉只穿内衣,但他仍旧选择和儿子同床睡觉,而且,儿子12岁才断奶, 直到15岁有了生理反应,才肯分床睡,这样的育儿方式,已经严重影响了。 孙安佐的正常成长,就连心理也产生了问题,而为了报复丈夫,迪鹰在离婚后,不但不让儿子跟他见面, 平时也对丈夫闭口不谈,宛如儿子没有父亲一般。 在畸形的母爱下,孙安佐已经失去了常人,所具备的独立和自理能力,甚至到了18岁,才能独自出门。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迪鹰和丈夫孙鹏的婚姻,一直都是危机频出, 他与孙鹏的感情,纷纷又合合,用轰轰烈烈来形容,是最恰当的了,事实上, 原本让人羡慕的三口之家,曾经在2003年走到了尽头,而离婚四年之后, 两个人又再次选择了复婚。 按道理来说,迪鹰与孙鹏,再次选择共同生活,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 感情应该更加牢固才对。 但是,迪鹰的老公孙鹏,从2015年开始,曾经多次被媒体拍到,出入林姓求友的住所。 而该林姓求友正是,迪鹰直播中提到的那一位,然而家庭风波还未平息, 等到2018年的时候,在美国留学的孙安佐,竟然无所畏惧,且不顾后果地说道, 我要攻击学校,很快,他因为涉嫌威胁,及非法持有气血,而被判,以羁押折底刑期。 居近四个月,最高可面临高达十年的,牢狱之灾,还有终生,不得入境美国。 事发后,迪鹰还替儿子抱不平,孙安佐则表示,会顺其自然,也会全力配合开庭时间, 期望未来的判决结果是好的,不管结果怎样,都会坦然接受,随后亲赴美国奔波, 父亲孙鹏更是为了儿子,一夜白头,迪鹰也憔悴了不少,在美国经过长打, 八个月的扣押之后,孙安佐终于可以跟父母回家,一家人还在社交平台,发布全家福, 迪鹰的笑容很是灿烂,但莫想到的是,孙安佐违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后来她又被台湾法院,就同样的事件起诉,可能面临七年的有期徒刑, 当时还有媒体报道,迪鹰的姐姐迪美回应说,她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发前,她还和迪鹰,一家人一起吃饭,并希望孙安佐,能度过这次难关, 而迪鹰和孙鹏夫妻,当时已经是手机关机状态,孙安佐的社交账号, 则表示暂时不会回应这件事,也没有其他可以透露的, 这次孙安佐被起诉,对迪鹰一家人的打击不少,尤其是对迪鹰, 虽然对儿子的,教育方是有争议,但她确实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 其实回台后,孙安佐的确安分了不少,妈妈迪鹰曾配合她, 一起在健身房拍视频,她的状态看起来,阳光健康了不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然而事实上,在她的眼里,坐牢这件事情根本不是污点,反而变成了她的谈资, 她先是在社交平台上,开了个频道,洗白自己为神妖会被抓, 解释就是因为,说了一句玩笑话,还说自己很衰,之后的视频,都是关于她, 在美国联邦监狱内生活的,言辞之中都有一种,当时末路下来给大家看, 真的很遗憾的感觉,此外,在联邦监狱的时候, 她因为在监狱内很想喝奶茶,于是利用监狱里能买到的东西,自制了奶茶, 不过,迪英和孙鹏夫妻,对她却一直都是十分支持, 迪英不仅亲自出镜,帮儿子拍摄视频,还和儿子一起, 现身奶茶店做宣传,孙鹏当时也和孙安佐,一起上节目, 为新作品做宣传,而为了摆脱之前的,坏名声,迪英更是经常带着她做公益, 但是这种带有目的的公益,显然不被大众所接受, 可仅仅过了一年,网上就有一名女网红爆出,孙安佐在已有一位, 没有阿奶的情况下,和另外一位谈两性的, 知名网红发生了关系,导致对方怀孕, 而后进行流产,对方还在自己的频道内, 曝光了这件事,迪英知道这件事后, 不但没有道歉,反而直接告诫那个网红女生, 说她再乱讲就提告,总之在她眼里, 孙安佐是不会做错任何事的, 当然,其中的真相到底如何, 除了当事人,莫人能知道, 先前孙安佐的前女友阿奶, 还晒出在健身房,沐浴后的照片, 后来,她又放上一张,和孙安佐的合影, 只见两人在电影,纵斜二看板前合影, 头贴头靠在一起,为孙安佐的电影大力宣传, 阿奶更标记孙安佐甜罕, 你很棒,之前孙安佐身陷,流产风波的时候, 其实阿奶也曾出面,指出并非事实, 如今两人虽然分手, 但孙安佐十分珍惜这段感情, 还曾放话要将对方追回来, 而她开饮料店时,阿奶也常帮忙, 在社交媒体宣传, 两人关系保持着友好状态,不可否认, 她犯的错误跟父母的教育, 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她如果真的改过自新, 也应该能有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 在娱乐圈中,像她这样, 有令人羡慕的资源, 却走上不归路的新二代, 其实也不罕见, 只希望她们能珍惜眼前的生活, 建立起正确的三观, 在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 也多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据台媒报道, 台湾知名演员、歌手、主持人, 迪英的母亲因病离世, 享年87岁, 据悉,从今年年初开始, 迪英的母亲就因为脑中风, 送进医院抢救, 当时抢救急时, 迪英的母亲也逃过一劫,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迪英的母亲身体状况开始起伏不定, 甚至出现了无法进食, 无法说话的状况, 早前被家人送往医院治疗, 送医后, 迪英的母亲病情越发严重, 随后一直在重症监护室, 插着鼻管和胃管维持生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但迪英的母亲还是不敌病魔侵蚀, 最终撒手人寰。 随后, 记者通过电话求证迪英本人, 她也默认了母亲离世的消息。 电话开始时, 迪英还算镇定, 表示母亲走得很安详, 亲人都陪在其身边, 但说着说着, 迪英就开始情绪崩溃, 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甚至哭喊着我不想活了。 由于从小父亲早逝的缘故, 迪英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近, 所以自母亲年初脑中风以来, 迪英几乎一直守在其身边, 默默照顾患病的母亲。 早前, 迪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更是透露, 他有悄悄到寺庙去烧香拜佛, 甚至祈求他自己折寿十年, 来换取母亲健康。 这样的做法也着实令人感动, 迪英本名叫林妙希, 后改名为林嘉玄, 1962年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早逝, 所以家中的四个孩子都是由母亲一人养大的。 作为家中老大, 迪英知道母亲将他们拉扯大很不容易, 为了能尽快帮助母亲撑起这个家, 迪英不得不逼着自己变得更成熟,懂事。 那时,迪英十三四岁的时候, 便已经成了家中的守护者。 因为没有父亲, 经常有人嘲笑几个妹妹, 将他们是没爸的可怜虫。 每次听到这些话, 迪英便毫不犹豫地以拳头挥了上去。 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迪英开始懂得暴力会比言语更加能够保护他们。 他非常坚定地告诉母亲, 只要你不抛弃我们, 我便养你一辈子。 17岁时, 迪英独自一人去台北发展。 虽然母亲再三叮嘱他不要打架, 但迪英并没有听进去。 到了台北后, 通过关系进了剧团唱戏, 后来剧团倒闭, 他又转型做了演员。 因为特别讲义气, 所以他在台北认识了很多黑白两道的人, 比如张逵、张飞等人。 因为结交的好友都很有势力, 迪英的资源便越来越好, 那时的他即拍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比如《包青天》、 《何日君再来》等。 一部包青天便让他拥有了很大的名气, 长相清秀的他一时间成为了众人心目中的女神人物, 也正是观众的赏识让他狂妄了起来, 做事更是失了尺寸, 为人处事从不知道谦逊。 曾在节目中和他一起拍过戏的谢礼金表示, 和迪英拍戏时被他打到留下心理阴影, 可见当时下手之重。 对此迪英并没有道歉, 反而洋洋自得地表示, 被我打过的都红啊。 其实他的可恨之处远不知此。 1992年, 他与蓝杰英合拍《半世缘》一世情史, 就曾飞踹蓝杰英。 据他所描述, 蓝杰英经常迟到耍大牌, 是他看不下去了, 才在早上蓝杰英出电梯时, 一脚踹了过去。 后来接受采访时, 迪英表示道, 当时一脚将蓝杰英踹飞, 本来还想不计较, 被工作人员拉住, 这才停下离去。 在当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还感觉非常骄傲, 甚至还在现场还原 是如何推荡踹飞的场景。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不是蓝杰英耍大牌, 而是当时他经常生病, 要去看医生。 而迪英踹飞他的原因, 也肯定不是为了伸张正义。 可能因为两人合拍的电视剧, 虽然是双女主, 但迪英的戏分, 要远比蓝杰英的少, 不满的他, 才找理由发泄心中的怨气。 也有人猜测, 是因为迪英嫉妒蓝杰英的美貌, 所以才找理由打人的。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在蓝杰英去世后, 他仍然将此事作为谈资, 便是不妥。 这么一个狂妄的人, 自然也是得罪了不少人。 在康熙来了节目中, 自持武功高强一样, 传授武功秘籍。 野蛮任性的举动, 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而且这也让他形象大打折扣, 甚至还得罪了小S, 说他生不了儿子。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在当红之际,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孙鹏。 两人因戏生情, 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婚后, 孙鹏才发现迪英的真实面孔, 疯狂又毫无节制, 经常跟着一帮人喝酒玩到深夜。 任谁都不想让自己的老婆 在外面跟着其他男人喝酒狂欢吧。 2000年, 38岁的迪英生下儿子孙安佐, 本以为有了孩子后, 迪英就能有所收敛, 但是孙鹏抢错了。 迪英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变得更加猖狂。 大手大甲地花钱, 而且对长相好看的服务员, 一次甩出几千元的消费。 也因为这件事, 两人经常吵红脸, 但却脾气的两人都不想退绕。 于是这场婚姻, 在将要度过第六年时光的时候断了线, 两人离婚收场, 孩子的抚养权归迪英。 白天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晚上迪英便开派对, 无尽狂欢, 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一般。 而将儿子留给迪英抚养这个决定, 也间接地毁掉了儿子。 在孙安佐小事后, 迪英对他关怀备志, 每天都要花七个小时监督他吃饭, 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他身上。 一个月就让孙安佐长胖了五公斤, 每当说起这件事, 迪英都自豪不已。 在儿子五岁的时候, 迪英还特地带儿子参加接吻大赛, 原本是为情侣恋人准备的接吻大赛, 这位奇葩母亲非要和儿子参加, 足足跟儿子接吻了三个小时, 以至于儿子都累睡着了。 更令人炸舌的是, 儿子从小竟然就跟母亲一直睡一张床, 十二岁才断奶, 十五岁才和儿子分床睡, 还说会有生理反应。 大家都知道, 孩子在三岁左右就开始有性别意识, 逐渐进入性别敏感期, 并且开始了解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 而且, 一般孩子在一岁左右就断奶了, 三到五岁逐渐和父母分床睡, 并且开始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所谓女大必妇, 男大必母, 但迪英好像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也正是这份畸形的母爱, 让孙安佐变成了巨婴。 2018年, 远渡美国学习的孙安佐, 因发表炸毁学校的言论, 被同学举报而被捕。 后来, 警察在他住所处搜到大量弹药和武器。 孙安佐面临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罚, 后来, 迪英用句子才让孙安佐免受十年刑罚。 事情已拘禁四个月, 且禁止进入美国结束。 事情过后, 迪英说, 孩子真的很善良, 很有想法。 一点都不想靠爸爸妈妈, 很怕被说妈宝。 这件事只花了三千万就解决了, 自己的儿子以后一定比成龙还红。 尽管后来孙安佐回到台湾后被网友攻击责骂, 迪英还是会在第一时间出来力挺自己的儿子。 他也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 正是他自己有些畸形的溺爱, 毁了他儿子的一生。 不管怎么说, 还是希望迪英的母亲能够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痛苦。